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咱们两个的年纪相差比较大 我本以为你会更加的体贴我 照顾我 可没想到你对我的控制欲这么强 就像管孩子一样的管我 这个家全都靠我在操持 你每天都浑浑噩噩的 得空就跑去偷懒 我就是想让你对工作上金点 对生活上金点 你怎么就不听呢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兜里一点钱都没有 衣食住行全都被你把控着也就算了 就连精神你也不放过我 天天给我灌输毒鸡汤 打击我的自信心 和你在一起 我心里也承受着很大压力 结婚这一年 我觉得咱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隔阂也越来越多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31岁来自河北斯基 女嘉宾赵女士42岁来自天津 女店老板 有请两位 有请 结婚多久 一年 认识多久结的婚 认识不到一年 咋认识的呀 在工作中认识的 谁追的谁呀 彼此戏演的 那总有一方稍微主动一点吧 她比较主动一点 对 喜欢太太什么 真诚 干练 做什么事情不拖泥带水 喜欢这种性格 对 谁提出的结婚呀 我提出的 您就答应了 刚开始不可能大人 想太多了 觉得有点天荒夜谭 后来感觉 她为人处事 越来越上心 越来越有那种正常感 再加上父母年纪大了 也一直催我在婚 一点点的就介绍了她 这一年下来怎么样啊 这丈夫 她结了婚跟没结婚说 有时候差距有点大 她有时候经常啊 会看一些抖音啊 快手啊 还耐打个王者荣耀 对于工作方面啊 上进信这一块 还有自我成长这一块 过于谢来 就是结了婚之后 你觉得没那么上进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自己说说 工作上我哪点不积极 你工作再积极 店里面有那么多剩益 我给你包的 在你手机观看的学习法 你学过吗 你给我包的那些东西啊 我听不进去 对牛弹琴啊 提升你的台上 提升你的情上 这些对于你来讲 看不下去吗 对啊 我听不进去啊 我听她讲过的 就跟对牛弹琴一样啊 她给你报很多课程 对啊 都是些什么课程啊 比如说金融啊 还有那个情感类的 让我学 金融我能听得懂 她讲那些东西吗 追求的是挺完美 事事都做不实 不要说我 你自己做实了吗 对吧 她自己都做不实 要求别人呢 自己背着我 花几千块钱 报个画画的班 你画了几天 七八千块钱 办张卡 健身卡 你跑过几次 锻炼过几次 家里都跑不起 你登过一步吗 你说这些 你不觉得你骚得红墨脸 我骚得话什么呀 我学画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呀 往事陶冶情操了 往事陶冶情操了 陶冶情操那 说给文化人听 那干什么呢 你告诉我 用于我的性情 怎么不慌呢 真的我在画画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时间的美 怎么不慌呢 在眼里和心里 才能感受到一些问题 是啊 可惜你给我这些了吗 可以啊 你给不要我这些 谢谢的时候 我只能是画画 可是我为什么 又坚持不下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呀 你知道你有多可笑吗 我多可笑啊 你给了我问信 刚见完份的时候 给了我幸福感 我觉得画画 可以画 可以不画 因为我享受这些问信 那钱打谁道了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你为什么不学了呢 你坑的只是钱 你没关注到我的内心 我问一句啊 这钱是谁的钱 我正的吗 您在养家啊 对啊 你正妈了 别给脸上贴近 你知道吗 打接完混 你上过几天半 行 这个问得不好 问得不好 重新来过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 您希望先生有提升 给他报了很多的课程 他没学完 不是没学完 是他根本就没学 对对对 行 我们知道 这是第一个冲突点啊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冲突呢 他的大男子主义太大了 就像刚才他说话 他的语气也好 说话放肆也好 让我心里都特别特别的难过 而且特别要面子 我们家里买了一辆 稍微信点的好点的那种车吧 他经常带朋友出去 但他的本是信本 开车技术不信 想象中那么好 然后我就会督促他 我感觉我自个儿 就跟个老骂子筛的 我再不停地定住他 注意安全 要拐弯拐搭弯 开车时候一定要眼疾手怀 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都明白 是为我好 我知道 但我也是个成年人 每个人的成长 他都是有历程的 总是要付出点代价 这话没错吧 你不觉得你的代价太大了吗 拿着命在玩销吗 不是我拿命 车里一撤的人 这可好 直接跟另一辆车浸伤了 而且我还提前提醒过他 拐搭弯 拐搭弯 那是我愿意吗 是不故意的吗 就因为你平时没注重 我说的话 所以你才犯了如此 事情赶到那份上了 知道了吧 行 听明白了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听您的话 特别是在驾驶过程当中 酿成了事故 是吧 这跟他要不要面子没关系啊 家里有两辆车 还有一辆比较破旧一点的车呢 破的不开 他赚开心的 行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 他很多时候吧 过于自我 总而言之吧 我们俩人这次的婚姻呢 他让我感觉 我是畅老的 他让我感觉自个儿 就是 我来替你说吧 你结婚 找我来是干嘛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不做 就得 要我来给他完成 一说话 你不去听他的 就说我要你干什么 就是这种语气 你要给我的感觉 自己的感觉 自个儿是一种 小女人的态度 我能说这种话吗 你自己身手 能摸到东西 不去动 他指挥我 我得从绕一圈过去 把这东西 递到你手里 递到你嘴里 你觉得对待老婆 这样做 对你来讲 是一种伤害是吗 我没说是伤害 而且我 时时都这样是吗 几乎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 让人心拔凉拔凉的吗 店儿要我收拾 外面工作要我操拾 家里的环境 我还得要处理 店儿的卫生 你收拾过几次 我没有长期收拾吗 一楼二楼 三楼 楼道你收拾过吗 客房走了 卫生你收拾的吗 我不收拾全是你收拾吗 对呀 洗衣做饭 带孩子 这是爷们干的活 一说话就是 我要你干嘛 要我就是干这活的 对吗 我不挣钱扬家 我不需求你天天做烦 对吗 我不挣钱扬家 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家庭 你不应该为这些事情 来共同分担吗 可以分担 干锅吗 可以分担 没错 我出车干一天活回来了 这累得要命 是吧 回来了 车是信买的 回来了我得问你啊 媳妇啊 吃饭了吗 这是在家干嘛了呀 今天过得高兴吗 吃不吃饭 大大咧咧的态度 让人分寒心 我得这样招呼你呗 你不需要这样招呼 你要行动起多就行 我出去上一家班回来了 对不住 打带一下 你们要这么吵 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啊 您现在的职业是开旅社 是吗 我开这旅社 有时候因为住宿的人 周边厂子多 还会给他们送到厂子去 您有旅社 同时还兼顾搬车 对 您的职业是 货车司机 加 店里工人的上下班司机 您不是才拿本就开货车了 对 那他不是说你开车开得不好吗 之前那辆车 技术已经娴熟了 创出经验来了 行 那个旅社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这个能不能不说这个收入 因为是农村吧 收入还可以维持家中的一些挑肥 理解了 您一个月收入多少 两万块钱不到了 一万五六 那收入不低 对啊 开车长途嘛 他只是干干了半个多月吧 他对生活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我比他大这么多岁 我希望他注重仪式感 别的不说 就说我的生日吧 今年是我跟他结婚的第一年 结果呢 年间没有任何的表示 出车回来问着我 咱俩外面吃点面家 今天你算个日 咱吃面家 其实我不要这个 我要的是他能给我做一碗面 懂了 接着我还要问啊 你们家谁管钱 我管钱 所有的钱都上交吗 对 那您有零花钱吗 没有 我两部手机加起来 不超过五块钱十块钱 是他跟我说 我要钱没有用 钱你来管着 不是那您一个月 给他多少零花钱呢 他的零花钱随要随给 对 就是我兜里没烟钱了 我得他媳妇给十块 给二十块 我买包烟 给你十块 我不希望他抽烟 就这样 伤害身体 也伤害身边人 那你要跟朋友出去聚个餐 吃个饭什么 没钱 朋友不接触 不允许我接触朋友 我不是不允许他接触 我不希望他的朋友 在我不熟悉 不知道的前提下 给我们带来生活困扰 但是他可以交朋友 像他的一位朋友 是他们外地的 我们接触过 也曾经合作过 我认可他 去跟他交朋友 他得给我去左选择 张三可以交 李四不允许 我是成年人 我有独立的思想 对不对 我没有必要 什么都得让他来知道 行 这个我也挺明白的 接着我再问 你应该有孩子对吧 对 我有孩子 孩子多大 我大归宁已经二十亿了 二归宁十四 做起这孩子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离过两回婚 头一回离婚 我带着大归宁多 然后又找了一个 离家很近的 又结婚了 生个二归宁 结果还是因为 家庭的关系 离婚 二归宁判给了南方 一直以来 八年了 我只见了他 一次年 是人家不知道您看啊 还是怎么 最后一次 我去看孩子 他不叫我带走 然后我们就起了正直 他把玻璃砸碎了 胳膊 起小胳膊 一直拿到这个底下 在孩子的心里 产生了恐惧 在我的心里 也看到无法把孩子 弄回来 你们之间打算要孩子吗 有计划 我不想要 现在他的状态 让我心生很多口味 我想象不到未来 能够有幸福的结局 我已经离两回婚了 一个没有爸 一个没有妈 他给我的这种态度 漠失 我现在看不到 要孩子的那种状态 这个我很好奇地问一句 就当初你喜欢大姐什么 说实话 为人处事挺真诚 带人说办什么事情 都挺漂亮的做事 就喜欢他这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 要求的就太多了 他追求的太完美了 我做不到 我现在在跑车 挣钱养家 你不就跑了半个月的车吗 别就把他说的 那么高大上了 我是目前是跑了半个月 但是我会一直跑下去 我不希望让他 天天在外面干 我希望他能有更好的发展 他想让我发展呢 就是让我学习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没错 我都三十好几了 我要是上学那点 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 我现在早已经是博士 研究生 我还用得着 在这开货车吗 对不对 你之所以跟我有这么多的矛盾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也不明白我的用心 唉 你当中看中这小伙子什么了 我看中他还是有潜力的 他可以做到超越自个的局限 可以改变人生 改变命运 给我带来幸福 人家不是现在去跑长谷 骑车了吗 太累太疲乏 那是他的选择呀 可是我也很担心他的危险 但是他不听我去 行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夫妻能够同信 在各个老师的指掩下吧 给我们一个框框 让我们明白一下 我们同信的目标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希望两个人吧 既然结婚了 两个人的生活 不可能十相十美相互相互一下 是不是 你能告诉我一个实话吗 结婚其实人生挺大的事 就当时你决定 娶这个大姐的时候 你心里最本真的想法是什么 我心里想的就是 娶这种女人能干 肯定是一心一意过家庭 而且她离过婚 懂得怎么来照顾家 持家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当时你觉得 娶了这个女人 其实生活会省力一些 家庭的也会省力一些 事业的发展也会省力一些 可以让人理解 这是坦诚的 我承认我娶她 就是为了走捷径 家庭也有捷径 事业也有捷径 是这样对吧 那你现在觉得 这个捷径走到了吗 没有 我是在靠我自己的努力 那我就明白了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务 我想请问妻子 丈夫平时和你交流 也像今天这样的 咄咄逼人 甚至有点恶狠狠吗 有 我再请问丈夫 妻子平时和你说话 也是这样 像做母亲一样的教育 是这样吗 在家跟我说话 就是一命令的口识 她给你报这么多的班 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明白 但是您有一点也是不对的 我就是学不了的 而且自己把自己 比成了牛 对牛弹琴 你是人啊 我更多感受到的 打败你们婚姻的 不是猜迷有眼 是磨光了爱情的生活 大姐哈 我其实挺想跟你聊一下 女性魅力的 您在调教丈夫 希望她成为 你所希望的样子 但是这个会压制住 她的雄性力量 所以你要问我说 我怎么才能过下去的话 就好简单 管住嘴 少说话 还有你的丈夫哈 你也不要一定 希望她能够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选择你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心理啊 就其实是 你已经创了不错的业了 我来锦上添一点点花吧 她没打算说 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人 她是来享福的 你却希望她吃苦 不可能 为什么要跑长途 因为跑长途 不用听你唠叨 不用被你逼着 去上网课什么的 您心里很清楚 所以您害怕 您就越发地 想把这个男人转住 让他回家 您不用急着摇头 别对抗了 我对我自个儿的人生 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 我也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子 一直有这个忽略 是她一直不明白我心态 这次来 其实我就想听她的状态 我是一个拿得起 也放得下的人 生活不是只有 拿起和放下 我对感情 您听我说吧 我理解您 您是好姨 是希望我幸福的 是希望我能跟着这个 能走到最后的 我也希望如此 但是每次 每次在心里 产生对她的那种 担心 未来的不缺点 让我内心 这么地交催的时候 我该怎么解释自己 是这样的 我理解过去经历过 好多好多事情 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 对孩子都只能我生下并放下 你带着伤痛 今天走到这儿来 我们不是说 要带着伤痛 接着走下去 今天 如果你说有什么东西 我们必须得放下 那其实是放下 我过去的伤痛 和放下过去错误的经验 今天你这个弟弟啊 当然是活该的 你自己不清楚 姐姐没安全感啊 你自己不清楚 跑长途 姐姐担心什么呀 你就故意啊 因为你就是想跑 然后现在 如果你说 你们两个人 一定要想继续下去的话 你就顺着他来吧 顺着他 不就是姐姐想听甜言蜜语 夸 姐姐生日想要点仪式 我哪怕路边 我才夺小花 我回家给你煮个荷包蛋 坐 姐姐不就是想 让我没事说说 爱他爱他爱死他 我说 姐姐不就是想 让我在家的时候 眼睛里有他 我多看 你把这些做了 也就能让他闭嘴了 你要想过下去 就别跟姐姐杠 你只有让他平静 他才可能是 原来吸引你的那个人 但是这个对你来说 也真的是好难 所以今天 你们可能 还真的就只能够 像这个姐姐 所预测的一样 我们只能选择是继续 还是就此别过放下 就只愿您啊 放下了这段感情之后 自己好好的开心的活 谢谢老师 您给了我正确的方向 什么方向 女人就应该有 女人自个的样子 能够跟她好好活 那么就互相努力 不能好好活 要学会 保持自个 该要找的女人的方向 给您的建议 就特别简单 放下过去吧 如果你一直背着 那个包袱去走的话 很难 一起进真情六十点 哎 你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都明白 在我没有跑车之前 是不是天天24小时在一起 你说没有信任 24小时天天在一起 手机你可以随便看 什么都可以 我天天干什么 你都看得见 对吧 现在跑车 我是为了这个家 我现在全心全意 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家里边 我是想让家庭生活 过得更好一点 知道吧 我并不是出去玩 我不是出去玩 懂了吗 你可不能跟他讲道理啊 他要的不是道理啊 算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吧 预测一下吧 两个人都会出来 同意余老师的观点 还会再走出来 难出离不出吧 咱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开门 还有话吗 没有了 谢谢秦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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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